收看三号大叔为您带来的多套直播比赛解说 现在给大家带来的是2024年的精英联赛小组赛 第三个比赛日的比赛 今天咱们准备给大家直播的又是两轮比赛 先直播第一轮是Spirit对战IG 第二轮比赛将会给大家带来的 可是到目前为止本届比赛 我还一直没有给大家播过的这个Valcons的比赛 对手是中国战队AR 那让我们来看看 先看一轮IG对战Spirit Spirit最近的比赛状态比较一般 成绩也比较一般 所以对于IG来说是有希望的 让比赛ID一上来先拿出来了一个JT的伐木机 说这个版本的小鱼是不是还是不行 这个版本的小鱼人不太厉害 确实是不太厉害 第二手IG里边是在搬掉了马格纳斯飞机 主要就是搬掉了飞机 搬掉飞机之后 选择拿出来了一个lion 前四手搬掉的是虚空小小老陈和马格纳斯 都是版本的热门英雄 而Spirit则是搬掉了船长兽加上TA 这三个英雄在首轮打IG搬TA还是有点想法的 TA这个英雄在中国战队里面 其实整体的登场率都不是特别的高 喜欢使这个英雄的现在有谁呀 好像现在全世界比较喜欢用TA的队伍应该就只有 只有Liquid的吧 好像只有Liquid的感觉用TA还多一些 其他战队的TA都不多剑 都不多剑 Ame刚刚才凑捞了一把小鱼人7000输出 TA2000也算是一个会去选择用TA的玩家 但是TA这个英雄现在整体还是不太受大家重视 拿出来一手沉默术士沉默术士加十零剑士两个英雄 十零剑士这个英雄当前这个版本仍然是烦火 虽然依然在23的被削弱 但是仍然是好使 Ig这边选择在第三手直接拿出露娜和炸弹人 自己拿露娜自己这边拿的是露娜也拿了伐木机 炸弹人加Lion的话 炸弹人和Lion这两个英雄 从前期配合击杀的角度来说 炸弹人打4的击杀能力会更强一些 就是从配合伐木机这个时候来说 Lion打5号位炸弹人打4还是说两个英雄 但是从保险的角度来说 无疑是炸弹人比Lion要更强一些 就是说炸弹人更适合去打一个5号位 我还得去把我这个小猫给弄到外屋去 他实在是太闹腾了 别叫了去外屋去 走 去吧 出现了 Radiante teams turned to Ban Drow ranger 10秒随时 10 seconds remaining 5 seconds remaining 刚来为什么是G2XAG G2XAG走了 这个有什么问题 就是G2灌名了 G2灌名了ID 现在感觉1号位好弱 GPK也经常用TAGPK 可能是因为最近GPK比赛 整体数量少 所以看他的贴 好像我还真是没有太多的印象 Feriot这边选择在第四手拿出来了一个小黑 主要有小黑这个英雄 现在也算是当前版本还不错的一个英雄选择 有意思的是他是比较少有的一个在各个分数段的胜率都比较均衡的一个一号位 IG在最后选择搬掉的是大屁股 大屁股和电棍两个英雄 现在这个版本大屁股挺猛的 因为大家都很弱 大家都很弱 大屁股这种英雄呢 就是大屁股这个英雄的战斗力 他大概是一个什么水平 大概是一个80到85分战斗力的这么一个英雄 但是的平时90分和90分以上的英雄吧 有很多 所以就会显得大屁股的这个80到85分的战斗力就很呆 但是当前这个版本所有90分以上的英雄都在疯狂的削弱 所以就显得现在这个大屁股还不错 因为他没被去 他甚至由于这个版本本身 他的对线打前各方面能力都不错 然后大招现在呢 配合他的那个框都能打出来很好的一个效果 让这个英雄现在拥有着很不错的一个胜率 很有意思 再加上大屁股 现在这个英雄他有一个什么特点呢 就是现在大家的三号位普遍不出辅助装 三号位都是在打这个输出 就导致有的时候这个辅助装要放到四五号位身上来出 而四五号位的英雄在路人局 大家一般又不爱出辅助装 也没钱出 就会变成大家都没有人出辅助装 然而大屁股这个英雄 因为他自己出什么装备呢 都没什么太大用 所以他就是一个辅助装拉满的角色 此消彼长之下呢 就让这个英雄现在变得还挺厉害 最后一手 Spirit这边拿出来的是三号位的一个马尔斯 不得不说现在的崩溃哥真的是有点 有点这个状态下滑的有点多 你可以看得出来 现在IG根本在BP上面就没有针对 完全就没有针对这个崩溃哥 就搬了一手马格纳斯 前六个英雄里面 只有马格纳斯这个英雄 是一个标准的三号位 其他的英雄呢 有些个别的能打散 你比如电棍他能打散 但是他不典型 最后一手扳掉了一个大屁股 马尔斯都放了 IG里边最后一手在三号位的位置上 这个应该应该是三 三号位的狼人 选择在中路让伐木鸡去打中 然后呢 JT的狼人去打一个三号位 大哥位莫奈的露娜 波波卡的四号位来 他还是选择了一个对线 下线更高的一个分路 如果是上线更高一点的话的话 那 哦不对 他抱歉 他伐木鸡去打中了 那就无所谓了 那这个其实就无所谓了 那狼人这个点 他配合谁都完全不了击杀 那干脆还是先优先保证 莫奈的露娜发育顺畅一些 那就是露娜加上 战争人两个人来对线马尔斯 对线马尔斯 为啥不选白牛 白牛现在好像不是很厉害吧 那时候有狼人在露娜攻击力爆炸 这个阵容就看IG能不能打出来了 IG这个阵容整体是一个偏向于速推的阵容 就只要你让他拿到一点优势 对吧 团战拿了一丁点的优势 你说我有个10秒20秒不能跟IG这个阵容去开团 那IG马上就可以打一个肉身子 或者马上就可以推掉你一座塔 如果你有30秒到60秒没有办法去和IG接团的话 IG马上就能推掉你两个防御塔 非常非常快 要是说已经没有外塔了 那你有30秒没法和IG的一个阵容接团 那IG马上就可以破掉你路高地 这个阵容的拆打速度不要太快 团战打起来的话 狼人这个角色 他比较擅长针对spirit这个阵容里面的两个角色 一个是拉比克 一个是陈波术士 狼人自己不需要上 出个大支配 变狼 加自己的两只幽灵狼 拿召唤生物往对方的这个降游位 尤其是拉比克伤了一点 这个人就直接 要么直接被咬死 要么被打的根本就没法反抗 只能选择原地tp 或者是把自己的技能放完了以后 然后等着被对方的这个狼和召唤生物追着咬死 只有这么一个结局 狼人是一个非常擅长去限制对手这种 自保能力或者是控制能力比较欠缺的 将有味的 包括之前很火的独狗 一般像独狗 拉比克 陈波术士 这些辅助为火起来的版本 狼人都有一席之地 他说是否存在本体流狼人 狼人一直都是半本体 半召唤生物流的 纯本体的狼人 在若干的版本之前曾经出现过 但是很快就被削弱到没法用了 下路这边波波卡一上来是先去卡了一下对方的兵线 自己狼人这边是往前跑了跑 然后吸引一下对方英雄的注意力 不要让对方干扰卡兵线 所以这样的话第一波兵线给他放进塔 来确保自己的第一波兵线能够稳稳吃掉 中路穿山甲对伐木鸡的话 应该是伐木鸡比较好打的一个对线 狼人切沉默和小黑都轻松 狼人其实在当前这个版本 他切这个沉默拉底克都很好切 但是狼人你说他就打小黑很好打的话 这个不一定 这个是不一定的 因为狼人这个英雄 他的输出还是太低了一些 就是本体的输出 面对高护甲单位的时候 他的输出还是太低了一些 狼人他需要就是你的队友 能够跟你一起冲 对方需要往回跑 对方如果整体在团战的时候 并不是一个回撤的逃生的态势的话 他去贴小黑 其实效果并没有那么好 尤其是当前这个版本的小黑 但是如果在团战接触的第一波 对方只能往回撤 这个整个的阵型顶不住的话 狼人这个时候贴到小黑身上 那那个战斗力是相当相当强势的 他说求推荐好上分也能转大哥的长手四号位 这个版本没有什么好上分的因素 这个版本他就你就尤其是像四号位这种位置 现在没有什么所谓的能转大哥的 手长的还得能上分的四号位 不存在这种生物 一定要说的话就是小松鼠 小松鼠勉强符合你说的这几个条件 还是算是首长能转大哥是四号位 但是不好上分啊 不好上分 小骷髅克林克兹就算了 克林克兹就算了 这个英雄跟上分实在是没什么关系 他跟上分这俩字 这个关系实在是太过于遥远了 你要是说他跟俯冲这两个字倒是比较紧密 小鹿可以 小鹿这个英雄 小鹿是一个理想化状态下可以的 就是说这个这这场比赛你能拿到很多的经济 在你去野区发育的时候 你战线的大哥不会崩盘 然后呢 这场比赛还得拖到45到50分钟以后 然后在这45到50分钟的时间里面呢 你们不能崩盘 你们不能被对方压得出不了门 在同时兼顾所有的这些条件的基础之上 小鹿可以作为可以符合你刚才说的这几个条件 说白了就是条件过于苛刻 小松鼠勉强可以算是一个复合的 是因为小松鼠这个英雄他相对而言自保能力 逃生能力会比较强一些 这个是他的优势 这边开局对线打了四分钟 那么伐木鸡呢 英雄优势 在中路暂时是一个无解肥 对手的小黑在下路也是毫无压力 上路的跃棋呢 跟对方的马尔斯是打成了一个护穷 炸的人这拨宝子其实还算可以 讲道理的说其实还算可以 毕竟露娜前期你去打对方马尔斯 这个是占不到便宜的一个对线 而且对方的这个拉比克呢 前期他尽管这个技能要有伤害的技能就没控制 有控制的技能没伤害 但是他的这个伤害技能带减攻 所以跟如果一定要对A的话 一定要对A的话 这个战斗力还凑合 他说露娜打黑弓是否需要A让 不然摸不到 我个人感觉是等白飘入山的一张 自己标出 这个滚滚一直在疯狂的控服啊 有关说滚滚控双服 乔木机崩了 这个倒不至于 这倒不至于 乔木机这个英雄呢 他有一个就是中路如果压力 实在是有点大的话 他有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 这边自爆上来 然后再加上输出漂亮 这边波波卡拿到一鞋 好消息 波波卡拿到一鞋是好消息 可以让他的鞋和跳刀出的更早一些 伐木机在中路 就是如果你发现这个没有神服的时候 伐木机可以概念什么事呢 死亡旋风加伐木机链快速清线 清完线以后 直接伐木机链赶路回家 然后PP出来 重新打就完了 好亚脱罗 这波肯定是死了 给狼人再加上炸的人加Lion 这三个人集火带走 这个沉默树是又送一个人头啊 太好了 这个是必死的 我觉得这种人头是必死的 两个狼是可以一直追着你 大人这边的年轻大胆 可以给到减速给到视野 然后呢 LionG给上一发春刺 这个狼让人头给JT也漂亮 埃及这个开局打得是真舒服 这种开局一旦打出来的话 Spirit就有点难打了 这个他们会变得真的很难打 下路的一塔6分40秒都已经被快耗掉了 也就是说下路一塔一旦在8分钟左右的时候就被拆掉了的话 那8分钟左右拆掉你的一塔 而且我这边又是一个狼人 我大哥背又是一个月旗的情况下 我的酱油就可以直接转到月旗的这条线 那月旗可以选择带着酱油一起直接推对方的上路一塔 甚至可以考虑直接去和拔木机会合转到中路一塔去拆 这个中路一塔下路一塔一拆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整个地图下半部分的野区就全都归IG了 下半方下半张地图的野区全都归到IG手里面的话 会把Spirit的打前空间直接压缩到地图左上角的 左侧的这个三角区和左侧的这个小吃街 而这个时候如果Spirit不能有效的去拆掉IG这个优势路一塔的话 这个整个地图就失控了 这个控制范围就失控了会 那接下来就看一下Spirit的准备怎么来去应对这个问题 现在这个问题已经很很严重了真的是已经很严重了 他说现在IG算得上一只强队吗 IG还行吧 这里又是图了两波野 这个野怪的话待会交给伐木机去清也行 乐器也可以清 Spirit开局的这个对线 当然在防御塔方面以及连续的被IG完成击杀 但是呢个人经济保持来是相当不错 对线的基本功还在 他让IG的这个阵容分路整体能够打出来的这个优势 能力一般般 不是一个说我前期能够打出来巨大优势的这种脾气 看看这里狼人好一嗓子 哦Lion的一穿二 nice穿甲开车 这样的话Lion要被击杀掉 不过这波Lion被击杀呀 整体是一个完完全全可以接受的 呃 一波团战的结果 为什么完全可以接受呢 你四个人在塔下 蹲在这儿 穿战甲开大 才击杀了我一个Lion 对吧 然后我伐务机在刷 我乐器在刷 甚至我炸的人都在刷 嘿 这一波给你就给你了 哦 看一下这一波直接走传送门 哎 莫奈莫奈 这个对方直接走传送门 过来这个位置 这个有点太不小心了吧 这个莫奈 还好啊 这波反应是足够快 反应是足够快 对方的一个扫描 扫到了支援过来的 Lion和伐木机 看看崩溃的马尔斯 在这个位置截了一下对手 但是 哎 这几个人也并没有莽撞的 直接截杀过来 再人都说来到了3比1 刚才这一段时间 对方的这个蹲人啊 导致其实整体的团队经济 是被拉开了的 给伐木机过来以后呢 看看Lion这个一个羊 接上一个穿测 炸的人自爆 粘性炸弹 伐木机给上一个走向旋风 把拉尔这边吓一跳 拉尔在高台上面呢 开个地板 然后假装开大 把IG这些人吓走 其实IG也知道你是假装的 哎呦 你看这个招板生物杀了 杀陈波树是 真的 这这连大招都喝不了 哭不开 你看大招都没开 两只狼 加一消瘦 追着陈波树是 陈波树一点半个都没有 还是真的打不过也怪 这就可想而知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是在团战的时候 这个狼人开着大招的时候 那些招板生物 满移速 加上伤害更高 追着一顿咬 你说这个陈波树得多难受 而且这个狼人这种进攻啊 他对于沉默树是最大的干扰 他不是会让沉默树是放不出来大 而是会让沉默树是放出来一个没有用的大 这里又是开变身 然后召唤生物呢 召唤生物呢 这个就一个地狱熊怪跑过来 就好像这边再接着往这追 Mira跑的还是比较快的 那这样的话只能兜过来去找穿甲的话 好像没什么意思 狼人这个变狼开的就显得略微有那么一点点的呆滞 团队经济领了2000加了 IG在 这IG在等伐木机的第一件装备 又送了一波野怪 说实话 这段时间这IG打的挺 差的 真的挺差的 这节奏松散的不行 这个时间段是伐木机无敌的一个时间段 真的这是这个时间段就是他们从破了对减器以后到到现在为止 这个是伐木机无敌的一个时间段 是有了大招的炸弹人 有了大招的Lion 有了大招的狼人 配合这个月旗以及伐木机这个去进攻无敌的一个时间段 对方这个时候的输出可靠的输出是没有的 对方的小黑现阶段因为他没装备嘛 他现在毕竟输出装还没有 他的输出现在没有那么高 对吧 然后但是伐木机呢 现在他是有一定的硬度的狼人也是有一定的硬度的 你跟对方开启团战来的话 你这个时候是一个无敌的阶段 然后呢就刷钱 刷野 刷野 这个阶段的伐木机战斗力 这个咱们看比赛看了这么多这种 伐木机不管是中单的也好 还是三号位的也好 十分钟前后的伐木机那是真的秒人的一个存在 又硬输出又高爆发又离谱 谁在这个时候去跟伐木机主动开团 就是给自己找 说白的就是多少有点有点送的感觉 但是ID这个时候呢就是打字开刷 这一段时间吧 ID实际上是完全没有把自己这个队伍 这个确实打的这一段时间吧 ID实际上是完全没有把自己这个队伍 强势阵容的强势期去发挥出来的 他们应该是会在拿到自己的第一件核心装之后 应该会有一些动作 比如说伐木机第一件应该出的是 会光 我以为他在出风杖啊 我看他第一件装备 我以为他要出一个风杖 然后去抓人 结果他出了个会光 狼人的大支配出来了 难道他们拿着这套阵容 是在等着lion的跳刀去带节奏吗 这个阵容可不是一个跳刀 nolion带节奏的阵容呀 这个时候他们选择过来抢远古 这个抢远古抢的爽 这波远古抢的太爽了 这波远古抢的真爽 杀了人六级以后的这三颗感应地雷 直接用来去抢对方的远古 倒是很赚啊 这个抢远古真的非常赚 因为很大很大很大的一波远古 开悟其实抓到对方一个英雄都给不到这么多钱 这矿吃的真爽 拆掉一个一塔 狼人在拿到大支配以后呢 直接拆到对方手的一个一塔 那么lion的跳刀现在也出来了 小鸡正在远拿到自己的跳刀之后 这个比赛的局势呢 在ig抢掉对方的这一组野怪 再加上拆掉对方的一塔之后 瞬间把团队经纪就 团队经纪就拉开到了3000家 对方这时候反过来拆掉了一个ig的中路一塔 讲到你这个先掉中路一塔 我是有点没想到的 这套阵容会自己先掉中路一塔 多少有点亏还是 这里狼人继续抢对方家的远古 刚才囤的这一大堆的远古都抹得了 抹得了一来一看没了 看看炸者的自爆漂亮 这波能杀掉吗 没杀掉没杀掉的话 马尔斯转身一个大一个毛 狼人的这个召唤生物 这个时候只有一个了 子龙跑不掉了 穿战甲开着车上来兜一圈 被一个大支配掉的雷夫兽 也是被对手给击杀掉 然后对方呢再排掉一个眼 这个阵容在防御塔的数量上面 没有能够占到优势IG 其实在前期对线打的还是比较不错的一个情况下 这个防御塔的数量到现在为止 没有占到优势 而且几方的中路一塔是掀掉了 几方的中路一塔掀掉了 优势路的一塔也并没有守 这样的话变成了 它变成了一个在开局 咱们对于拆塔之后 地图控制范围的一个镜像 反过来了 现在变成了上路的野区 Spirit这边时不时的就可以过去刷一刷 而下路的野区呢 仍然在Spirit整体的一个控制范围当中 你中路的一塔不拆的话 去进攻对方的野区会十分的难难受 这个路线会绕很远的一个距离 中路一塔一拆的话 这个进野区就会方便很多 JRIG选择过来去打肉山 借着自己这套阵容 比较方便的就能够去无伤打肉山 有狼人 现在团队经济好大 还是领先着3000加呀 这个团队的经济优势呢 不算大但起码是有 大哥为了经济领先的不算多 大概领先了1000左右 1000左右的这个经济领先优势 这个时候莫奈带盾 莫奈带盾的话 准备是借助这个肉山盾来去进攻一下 我个人建议啊 这个塔还是优先给他推了 这个时候把一塔推了 中路一塔推了是最简单有效 也是对于地图控制范围最有帮助的一个选择 天辉这个时候呢 直接选择过来去打掉魔方 拿一个魔晶线 那么果然IG里边是转头过来去推到了中路一塔 然后这个时候直接转向下路一塔的这个选择是非常好的 中路开团对于伐木机而言 他不是很好打 伐木机比较喜欢的还是在边路开团 中路开团的话 这个树的位置和数量密度各方面都不太好 你们怎么又撤了 等一下露娜的BKB也行啊 也是没毛病的 毕竟现在对方马尔斯的等级上来了之后有跳刀 XNOVA这块给自己的队友放个哨 放个哨 马尔斯跳刀过来大招 哎呦没杀掉啊第一波 没杀掉这个地方 这XNOVA站在对面长矛的火里边TP 这可是太秀了我只能说 看一下狼人自己的招腕生物在往前追 开视野 来跳过来 哎呦这个一穿 这个穿刺没穿到人你敢信 想一穿二结果一穿零 然后再加上给了一个大招 那这波MIRROR还是可以杀 MIRROR击杀掉了以后呢 追对方的马尔斯 马尔斯这波直接一个全次给他伐木机的爆发 完成了击杀 打完这波以后 直接拆对方的下落二塔 拆完不要走 直接上高 拆完不要走 直接上高 直接上高 直接上高啊 这个时候对方开塔房了 开塔房更要上高 这个时候更要上高了 开完了对手的这个二塔之后呢 把对方的这个塔房给他逼出来 这边有出赛的旁边的塔房 拆散了 这边有帮助 开完之后 大家去看看 这边有帮助 这边有帮助 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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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波他们在去上高的话 对方的马尔斯这个大招 CD还是有一会儿的 而且这个肉山盾的时间 如果他们在这个位置上高的时候 这个肉山盾的时间 应该是剩下一分55到两分钟 一分55秒到两分钟左右 这个剩余的时间 也可以让他们比较方便的 去逼出来对手的一个塔房 之类的东西 或者是能够消耗掉对方 那个防御塔大量的血线 谢谢鸳鸯小字 鸳鸯小字记忆手生书 记忆游记手生书老板的 登牌 谢谢老板 待会儿因为现在游戏23分钟了 23分钟以后 待会儿小黑在身上 里面有魔龙枪之后 他可以考虑 待会儿如果面对的是 要手高的话 要手高的话 小黑待会儿可以直接去买一个 这个魔精的 就是自己出钱买个魔精 有个魔精站在高台上射箭 手高 这个还是挺厉害的 拔掉对手的所有外塔 然后压制对方打前的空间 等下一个肉山盾 拿到盾以后再上高 也是没有问题的 这个也是可以的 这个就是选择 虽然这种选择 它会显得有一些 过于保守 但是并不是不行 这边直接招一个新的 这个时候的一波开悟 来 漂亮 这波直接秒掉对方拉比克 nice 来 拿一个层数 马尔斯过来端一下 但是这哥几个明显 是不想打这个伐木鸡的 刚刚炸弹人 又炸了这个磁帽 跳过来的时候 在空中被对方一个毛 直接给毛回去了 感谢鸳鸯老板的super chat 谢谢老板 现在回来了 支持大叔 谢谢老板 谢谢老板 感谢 感谢 该说不说 观赏性极低 其实 就是对于 对于 中国战队来讲 咱们就是把 目标定在 尽量能赢就可以了 哎 艾特洛这个运气稍微差了点啊 被动出的不是时候 没让自己能够补到这个车子 现在刀的观赏性远不如CS 这两个游戏 它确实不是一个 它确实不是 完全不是一个东西 而且CS这个游戏的观赏性 不用现代 以前也没有几个游戏的观赏性 能比得到CS CS这个游戏 它的血败喷张的点 和让人就是那种精彩的操作 特别精彩的操作 实在是太多了 这些游戏 是我快乐老板的50个牛蛙 谢谢老板 这个优势中外塔不是随便拿吗 CS2刚上线的时候不是被喷惨了吗 CS2刚上线被喷这个很正常 因为他的比赛打一半 他给你一个巨大的一个版本明星 喷的主要是这个东西 而且他不给你就是继续打CSGO的这个选项 然后好多的游戏机制突然间的改版 让玩家们在短时间内会有一个不适应 但是这个东西我觉得很正常 其实喷纸是喷就喷了 对于威射来说喷就喷了 无所谓 我不在乎 我们不在乎 Dyre's bottom tower is under attack Dyre's bottom tower needs some help Dyre's bottom tower needs some help Dyre's bottom tower is being chipped away 说多久没出天敌教学了 我天敌都掉了500分了 我最近这段时间就是 没有什么可以做的英雄 所以就不做 他说可以试试解说别的游戏或者体育 希望每个礼拜可以稳定中心 Dyre's bottom tower is under attack 这边戴盾直接选择下路上高 戴盾下路直接上高 Dyre's bottom tower is under attack Dyre's bottom tower is under attack 哦 伐纸机这边一套上来 漂亮 直接秒掉Mira 马尔斯这个大招家长矛定住两个人 拉一被秒 莫言选择开启BKB往回撤 露娜这边因为对方马尔斯开大打嘛 所以对于露娜来说 她的平AA不进去 也只能是提前选择后撤 不要浪费无畏的去浪费自己的血量 浪费这边居然是31分钟的这组野怪没有自己的 没有把他给刷出来 所谓失误卡住了这个远古的刷新 看看这波一个长矛掩护一下 然后呢沉默术是直接选择 这个炸人自爆 已经走回去了 狼人在追已经没有什么意思了 看看月琪 漂亮 月琪直接开启魔晶技能 再加两个平A秒掉了Mira的拉比克 拉不及出到了杨刀 肉三还有两分多 两分二十多秒 这个高地还是可以接着硬上 好看一下伐木机上来打一套 哦月琪这个小黑直接被秒漂亮 发生甲的这个车开出来了 但是没有伤害 沉默术是小黑直接被秒 马尔斯大招定住了一个伐木机 沉默术是选到了买活 长矛定回来 这一套能秒掉吗 差一点没打掉被奶回来了 马尔斯再给上一个装 伤害仍然不够 小黑现在没法买活 那么沉默术是这也买活死 漂亮 这样的话比赛结束了 这样的话比赛结束了 波波卡的沉默术是被对手的马尔斯找到机会 完成了一个击杀 这里拉尔登 穿身甲被追上来直接A掉以后 灭绕了拉比克也被狼人直接咬死 漂亮 沉默术是来到了一个15-5 越骑过来直接拆机地 对方的拉比克选择了一个买活 马尔斯呢是绕到了外边 清理一下上路的兵线 然后准备应该是要再清理一下中路的兵线 再去补给一下 马尔斯跑出去带中路兵线去了 给上一个长矛 给一个长矛吧 兵线都回去 下路的兵线已经到了 所以他这一波拖兵线等拖拉保护的这个计划呢 应该是不会成功了 开了一个塔房再拖一点时间 但是似乎还是来不及 主要是下路兵线已经上来的情况下 这个拖拉保护不会去出来 阿叔问一个认真的问题 我男朋友打大哥刷钱还行 但是打团不会切入 但他又爱玩大哥 如何委婉地告诉他 我想打大哥 我的建议是 你可以考虑让他玩不需要切入的大哥 他不是刷钱还行吗 你可以让他玩那些不需要切入的大哥 或者如果你要你想打大哥的话 你就直接跟他说 你说我想打大哥玩一会也行 你不需要委婉 就是你可以你可以这个 可以让他玩一些不需要切入的 比如说像美杜莎呀 像月琪呀 像这个 还有飞机呀 等等这些英雄 他都不太需要切入 这波小黑开始自己的这个技能 在高台上面 看似是在高台上面一个人 对吧 非常的凶残 但实际上只是A不动人而已 他之所以会被一群人围在自己的这个 小冰山上 围在小冰山上的原因 并不是因为他斤打 而是因为他输出带低 打不死对方的人 所以对方可以一群人围着他揍 好了那这样的话 伴随着Spirit 除了GG第一场比赛终于结束了 IG是非常顺利的拿下了Spirit 尽管IG的整个进攻节奏呢 比较缓慢 但是这种稳健且缓慢的 其实进攻节奏 当他们遇到一个比较弱的队伍的时候 确实是非常好的一个取胜的方式 也非常的稳健 不容易出现一些预料之外的情况 好了 那么这场比赛就给大家做到这里 我是三个大叔 感谢各位观众大佬的收看和支持 咱们收拾休息 一会儿下场比赛见 么么哒